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一级特别弱 等着过去 等个20秒 要在这个地方钻一个阿卡丽 你的愚动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咳咳 游走于刀剑之上 阿卡丽 绝戴了 我从不妥协 哎哟 差点 你先进去就行 打阿卡丽很简单 这套打法很简单 直接一级就把他打成阿或者打出两瓶血 这好几次越塔 其实就每一次越塔都是要换换人头 我都不是很喜欢换换人头 打残就行 好 我们打不到鸭子 别吃我经验 二级那一波 闪现进塔也是死 因为我没带灵光披风 带灵光披风的话 闪现QA越塔 是可以靠那个加速走出来 是可以靠那个加速走出来 就不应该回头 自信继续巅峰 就不应该回过 如果在那里有秘密军 我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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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123 闪现 所以看不到 这一旦 我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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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闪现 不要打死 不要打残 我们要的是卡六子 我点燃没上去 这波和我们想的一模一样 就W点燃死了 想的一模一样 但是他一走了 我们点燃没挂上 卡个是也一样的 多活了几秒钟 弹刀一般的斩杀线是在 二级的用闪现 用双招 下一次就是卡六级 卡个大招 然后秒学啊 都是打一些出其不意 我们引魔刀出来之后站着跟他打 绝一点 裸个大隐魔刀 站着跟他们跟他俩打 双AP 反正 双AP大隐魔刀还是小隐魔刀 先出了都是 就没有坏处 双A 杀了上 双杀了 双 双杀 你还骂我 冤个屁 我知道了 真一熊就过分 兄弟们 我浪了他还 杀了就杀了呗 本来我可能不会这么稳 兄弟们 现在因为他这个英雄 我纠结 纠结 纠结稳了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死了 自信 我自信玩什么难道 那当然要自信 不是 能不能 太将人冒调 但我觉得我非常有死 我可以这些人冒调 我看到你得到什么 我不会是这些人冒调 我会遇到吗 我对行 我的心思 是有个好绳 在他雪球滚过来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也在这个雪球身上 我们可以借这个注意力把他杀了 W上QA 我说了,本来我没打算这么稳 是他这个英雄逼我的 水影血 大营魔道 现在我只求两个人 速速过来受死 我都不想走兄弟 我还想再战斗一个 阿卡丽 都不想走 动一步 算我输 斗寻 全能 死了 一刀 对伤害置信一点 我说了兄弟们动一步说我说 他敢碰我他就死 他心态崩了 他心态崩了 真是可怜 他心态崩了 这个是Ionia白金菌 他的粉丝号 他心态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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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灰山 他心态崩了 他心态崩了 知道敌崩了 他心态崩了 他心态崩了 不过 可以 哎呀 被拉扯了 如果我刚才能靠近这个AD的话这波应该三杀了 因为大影魔道还有 无敲化法球 中斧这两个英雄我都能打 被这个垂石勾中了不然我三杀了 换好 换好不用管他 一样的轩人我站着给他们打他站着给我打我都不打 英雄压制算了吧 等我六成的时候跟他碰一碰还可以 W伤QA 多练多学 自定义多练练这个联罩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主播经常开播的时候练个10分钟这个联罩 所以才可以这么流畅 没有机会 巧了 你也在野区逛 拉扯 卧槽拉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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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慌 这波我们只需要避开这个旺号就是去接这个 阿卡丽还有垂石的伤害都可以 差点前幽梦是有点可惜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防装防的是谁 没有护甲避开那个 旺号就可以 其他人 给他们打个10秒都没事 在这 我的现在的魔抗136兄弟们 他的一个法强好像是比比我高一点 但我还有魔法球大一魔刀 有事常联系 不用管他,他在追 等他追出这个他的范围 我们再说 抢我15块是吗,等他出来兄弟们,等他出来,等他出来 嘿哇哇哇,一点都不慌的 要抢了 就算了 没办法兄弟们,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谨慎出阵容 中野双AP,我一个人抵他凉 这也奉劝,兄弟们不要乱选这种 要是对面有我这种人呢 那简直是噩梦 我们的英雄就是这样 中路优势了,扩道到野区,扩道到上下两路 跑全途 玩的最好的局势就是我们跑全途 这一票否,万豪的坚定 辛苦万豪了 很真实,万豪这时候还想赢 给你点个赞 愿意